另外游华林县士师所国中小近500位师生 共同参与的爱乐梦想家 排敌教学联合感恩音乐会 今年是迈入了第四届 19号的下午是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举办 今年特别邀请到了竖琴五重奏 并且增加了弦夜、乌克利利、古镇等多种乐器 以多元的素材结合了在地的特性 和多族群的曲风 许多的家长也利用这个时候 以镜头记录孩子们的自信 感人的学习成果 第四届2020联合感恩音乐会 华联STAR二月梦想家 19日下午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举行 华联全县从南到北 21所国小、19所国中 以及乌克利利乐团、排敌教师乐团等 还有原住民族重点学校 穿着原民传统服饰吹奏 在两个半小时时间里 带来近20首精彩动人的乐曲 每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会一种乐器 无论是有没有乐器 或者是 其实昨天在我们的星空音乐会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孩子 其实是用阿卡贝拉的方式 其实也是一种乐器 唱歌也是一个很好的 鼓舞我们的精神 丰富我们的人生 以及很好很好的培养 以及讨厌 所以在这里真会要谢谢大家 我们给孩子力量 孩子给我们不一样 也给我们无限的宽广的幸福 今年加入竖琴舞重奏等多样的乐器 使音乐会形式更加细腻 另外像是排敌王子张忠丽老师及其团队 长期陪伴与指导华林学子 也让排敌音乐饗宴更加多彩多姿 随后县长颁发感谢壮给歌单位 音乐家与排敌教师 期盼未来持续让排敌音乐文化在华林扎根 提升音乐素养并开拓其视野 接着讲坊眼华林师报导